下一個提醒叫做混合 兩杯到一起 3% 120% 5% 80% 8% 100% 好討厭的三杯到一起 請問你混合濃度變多少 這是另外一個重要提醒混合 混合很討厭 糖水加糖水 糖會變 水會變 糖水也會變 所以沒有人不變 我咧 那沒人不變怎麼辦 沒關係 有個體力不變 叫做公司不會變 公司一定不會變 公司一定不會變 反正這裡就是要去算 糖在糖水的比例 那這裡有糖水100克 那裡有糖水200克 到在一起呢 300嘛 加起來對不對 這裡有溶值5公克 這裡有溶值7公克 大概幾咧 加起來嗎 12 所以呢 我們的溶液的質量 就是加起來 溶值的質量也怎麼樣 加起來就可以了 可是最後的溶液質量 就是溶液加起來 最後的溶值就是溶值加起來 就可以了 好了 算一句 還要出來 通常這種題目啊 溶液質量你都有了 然後這裡有100 這裡有200 那邊有300 就直接加就好了 通常都不會告訴你 這一杯糖有幾克 那杯糖有幾克 你就要去算 算 溶值質量就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大家算 下面是三杯加起來 120、80跟100 上面是每一杯的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算出每一杯的溶值克數 一個是120乘3% 一個是80乘5% 一個是100乘8% 然後三杯都把它加起來 這樣子我們的數學式就列好 以後就是簡單的數學 小學次連級就會了小簡單數學 算 加那邊是300 這個3.6 那個是4 那個是8 然後把它加起來 好 再溶除 1.2 這邊呢 我們答案就是C 答案就是C 這就是混合 2 2 3杯糖水 倒在一起混合 問我百分濃度 就是把3杯的糖水質量加起來 3杯糖的質量加起來 再帶到公式裡面 溶值質量除以溶液質量成百分之一把 來算我的百分濃度 重點通常都是要去怎麼去算糖的質量 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這就是我們計算混合的方法 了解之後就換各位來練習啦 百分之二十五八十 百分之四十兩百再加水 哇這還有加水耶 加水不就稀釋了嗎 對 所以你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 是前兩杯倒在一起混合 混合完之後呢 再用西式的算法去算西式 但是你還有第二種做法 就當作它是混合 那就把那個水當作一個沒有糖的糖水 你懂我意思嗎 就把那個水當作是一個沒有糖的糖水 然後一樣用混合的方法去做 這樣子也可以把它算出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想請問你 這樣子的濃度是多少勒 這樣子的濃度是多少勒 帥哥男二十三 帥哥男三十三 女生十三 上來 上來 把他其他的擦掉 把原來其他的擦掉 把原來其他的擦掉 然後呢算一算 然後呢算一算 還少一個啊 還少一個啊 兩隻 冷了喔 比較快的喔 天黑了喔 世界末日了 快點啦 我說過了 你可以前兩杯算混合 最後一杯再算稀釋 這樣算是可以的 但是 比較直接的做法是 把三杯倒在一起 就當混合 把那個加水當作是 加一杯沒有糖的糖水 加一杯沒有糖的糖水 就可以了 把他餐料趕快趕快來 天黑了 世界末日了 完蛋了 天黑了 世界末日了 天黑了 天黑了 世界末日了 張家張張 張張 你用左手的喔 是嗎 我再給給你們一分鐘 天黑了 看 好 回家 你回家啊 曉珮 你沒有 你算可是啊 沒完 沒有啊 我來 你沒有選錯 沒什麼 你沒有選錯 回家啦 換 換 來 第一個 這一位大小姐 就是 算第一杯的融值 算第二杯的融值 然後兩杯融值加起來 然後那個沒水就是沒有糖的糖水就不用加 然後把它的溶液加起來算算25%很好 那你這個人基本上對 可是你這裡為什麼有等號 你跟誰等啊 跟前面等嗎 這裡沒有等號 然後呢為什麼沒等這樣 也不對啊 這表示你沒有搞清楚你在算什麼 你沒有搞清楚你在算什麼 就是剛才有人加入了一堆數字亂錯亂錯亂錯 你這個在算融值 這個在算融液 然後再把融液這個要等於400 然後再400這樣子 然後這位大哥呢 你這裡就是算融值OK 這個在算融液也OK 然後我就不懂了耶 這樣很困難嗎 這個3啊 這個3啊 凍來的啊 這裡怎麼會有個3欸 價錢明明就400啊 80加120200也沒有3啊 你怎麼會有個3分出來呢 怎麼會有個3分出來呢 這數學會不會也太神奇了一點啊 蛤 我們把它加一個 把它當作是加一個沒有糖的糖水 加一個沒有糖的糖水 所以呢 加起來 加起來 溶液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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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到公司裡上 然後溶液溶液質量就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你也是 上面就是 百分之25的糖幾克 百分之40的糖幾克 加起來 下面就是把3杯加起來 這個水就是沒有糖的糖水 所以加120 然後面的是簡單小數學 可是看看那個男生 好像這不是簡單小數學 放出個3 不知道3個什麼蛙溝出來 在那邊 所以呢 答案呢 就叫做 百分之25 百分之25 這就是 混合的提型 也是一個重要的提型 溶液加起來 溶液加起來 在到公司裡 溶液質量除以溶液質量成百分之100 重點 怎麼算溶液質量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這個是混合的提型 OK嗎 OK